雄三非常不捨出去不但嚇壞 左營基地外居民也震驚台灣各界 说是跟两岸关系无关 有谁会相信 有海军官员就认为 原本外界认为雄三只能锁定中大型水平舰 但这次连海面上的小渔船都可以被锁定贯穿 解放军海军应该开始害怕了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政绩文也指出 雄三飞弹才1500公斤 可以装在巡洋舰上 也可以装在等位较小的驼江 井江几军舰上运用更具灵活性 加上飞行速率可达三马赫 几乎没有任何反飞弹系统 或是禁破武器系统 能够有足够时间进行反制